男医生解开了女孩的衣服 然而女孩却动弹不得 无助地流下了眼泪 床上晃动一阵后 医生走了出来 换了另一个医生进去 对方猥琐地摘下口罩 再一次对女孩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伤害 接着院长也要奋一杯羹 他们并不知道 女孩其实亦是清醒 她满含泪水 忍受这三人带给她的屈辱 还记住了这些人的声音 多年过后 这个小镇上新开了一家猪肉店 老板娘不仅长相非常漂亮 而且刀法出其精湛 菜刀随手一丢就把蟑螂钉死在墙上 每天猪肉店还没开门 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一旦老板娘出现 大家纷纷涌上前 一双双眼睛无所顾忌地在她身上游荡 她的脸庞被女娲宠爱 身材也是凹凸有致的 不仅男人喜欢看 连女人都忍不住喊她老婆 一身正气的金警官也不例外 本来只是路过 却对老板娘一见钟情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之后她隔三差五就来猪肉店里 只为和老板娘探讨人生哲学 然而 一个离奇的杀人案 打破了金警官平静的生活 小镇上一家酒店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尸检分析 死者生前处于放松状态 动脉是被利器割断的 通过观察伤口 可以得知凶手下手很轻 这非常考验凶手的刀法 而且作案凶器必须非常锋利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猎物活活失血过多而亡 让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金警官开始对案件进行测血 在脑海中重现死者生前的情景 一个恶魔多姿的女人脚踩床上 露出修长的腿 看得男人两眼冒光 随后女人直奔主题拿出绳子 把男人的手和脚都固定住 还给男人戴上了眼罩 男人已经浴火焚烧急不可耐 不料被对方用小腿狠狠压住了脖子 接着对方快速掏出锋利的匕首 依次划破男人四肢的动脉 床上瞬间涌起了鲜红的喷泉 最后 男人痛苦地挣扎着 渐渐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 警方在另一间酒店里又发现了一名死者 生前的情景与前一位死者如出一辙 这名死者四肢的动脉也被切断 结合着两起命案 法医得出结论 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而且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两名死者都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根据这条线索 金警官很快就锁定了一位嫌疑人 第二名死者的女助理 面对金警官的质疑 女助理却表示 昨晚和对方在客房探讨 什么是快乐星球之后 就离开酒店了 而且后面他们还在手机上聊了会天 由此可见 女助理有不在场证明 并没有作案事件 但金警官也不是一无所获 他从女助理这里得知了一条重要信息 两名死者生前不仅认识 还是关系非常铁的好朋友 还与医院里的另一个人是铁三角 而这个人便是医院的院长 金警官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他推测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院长 然而 手头的线索太少 为了获取更多有效的信息 警方找到了医院里的清洁大妈 毕竟大妈是世界公认的最顶尖情报组织 掌握着医院里许多见不得光的信息 由于痴人嘴短 大妈只好悄悄给金警官透露了重要线索 越说越上头 直接爆出了医院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十年前的一个雨夜 一个女孩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然而这些医生却心存恶念 看到伤者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救治 而是动了邪念 于是到了晚上 这三个医生聚在一起密谋 偷偷把女孩全身麻醉 后面发生了什么傻子都能猜出来 金警官得知了这个消息 立刻决定从这名女孩入手 警方开始调查医院这几年来 所有接受全身麻醉的女孩 经过多重筛选 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名女孩 原来她是当今顶流演员文姬 金警官传唤了文姬到审讯室 刚靠近文姬 立马从她身上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这让金警官想起不久前 她去猪肉店找老板娘买福岛海鲜 刚出门就碰到一个老太太 对方身上的味道直冲金警官脑门 莫非文姬和老太太有什么联系 金警官没有往这方面细想 直奔主题询问文姬十年前在医院的事情 但文姬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不知道 接着便说要请律师 理由竟是她是女明星 不适合抛头露面 而且这是要是闹得人尽皆知对她影响不好 无奈之下 金警官决定从院长这边入手 但院长否认了自己伤害过十年前的女孩 还直接和两名死者划清界限 表示不属 尽管如此 院长的紧张神情 让金警官觉得她在隐瞒什么 但对方这样子也不可能配合自己 只好嘱咐院长最近先居家办公 不要到处溜达 因为凶手很有可能近期就会找上她 可这院长全然把金警官的话当耳边风 一下班就跑到酒吧里放纵 与美女们左拥右抱 笑容灿烂 金警官感到非常头疼 为了院长的人身安全 只好在酒吧里四处巡逻寻找可疑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时 他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从他身边走过 不小心撞到了酒保 身上藏的匕首也因此掉了下来 金警官立刻认出这匕首 符合前两起命案的凶器特征 立即追赶这个女人 但对方动作敏捷 在紧要关头使出一个划铲 就这样从金警官眼皮底下溜走 无奈之下 金警官开始从凶手遗落的匕首做切入点 前往刀铺请教专家 得知了一条信息 这匕首一般见不到 都是专门用于杀猪 非常锋利 一说到猪 金警官立马联想到了猪肉店的老板娘 按捺不住内心的思念 再次来到了猪肉店 当他看到墙上挂满的刀具 他很难不把凶手和老板娘联想在一起 但没有足够证据 再加上老板娘是他的女神 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等到了第二天 凶手再次袭击院长 不料没有得手 反而被院长伤了大腿 金警官得知消息后 再次来到了猪肉店 正好看到老板娘在一瘸一拐地走 这证实了他之前无意冒出的想法 于是他决定 和老板娘一起吃苹果 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开始变得胶着 最终金警官再也坐不住 将老板娘扑倒在桌上 老板娘拼令反抗 但金警官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一把扯开他的裙子 发现老板娘的大腿上缠着纱布 这证实了他的想法 老板娘就是两起命案的凶手 然而金警官内心矛盾 因为老板娘是他的女神 他已经深陷在他的温柔箱里 此时 两人的氛围已经暧昧到极点 接着便很自然地探讨起了快乐星球 与此同时 院长被一个黑衣人带走 装进了车里 等院长再次醒来时 竟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一个架子上 一个老太太走上前来 院长拼命向他求救 但老太太并不理会 只是身后的黑衣人动手 仅一个眨眼的功夫 黑衣人便用匕首将院长四肢的动脉切断 院长吓得面部扭曲 老太太还拿拐杖戳院长的裆部 然后低声对他说了句话 这正是院长在十年前 对打了麻醉的文姬所说的话 院长还没有反应过来 老太太就扒掉了他的裤子 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接着一条狼狗冲了进来 对着院长的裆部撕咬 院长惨叫声瞬间充斥着整个棚子 老太太缓缓走了出来 扯下了自己的脸皮 里面竟是一张年轻的脸庞 原来老太太就是文姬 她如释重负 因为她一直努力成为顶级演员 就是为了接近院长 通过辨别声音 她立马就确认出院长是当年伤害她的人 当金警官赶到现场时 院长已经隔屁了 然而这次 法医却表示 凶手是个左撇子 莫非不止有一个凶手 就在金警官疑惑的时候 电视上播放着老人装的文姬 立马认出她就是在猪肉店碰到的老太太 怪不得她身上的味道 和文姬的一模一样 她瞬间明白了文姬就是用这个方法 避开了警方的调查 和老板娘接触 一起合作消灭目标 可文姬如今在他国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老板娘昨晚和自己一起 也根本没有作案机会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凶手 她赶紧和上司汇报 上司却把她当作笑话 嘲讽她没有能力办案 金警官决定自行继续调查 回到猪肉店竟发现老板娘失踪了 时间紧迫 她必须尽快破案 于是再次传唤文姬 就在交谈的时候 上司打断了金警官 表示领导们要求放了貂蝉 金警官感到失望 因为他深知大家就是为了保住饭碗 不敢招惹文姬 不久后 在另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相似的命案 死者是一个专门将女性 卖给黑棒的中间商 金警官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终于找到了老板娘 金警官一决胜负 然而男女力量悬殊 老板娘很快就被金警官撂倒 可此时的金警官身陷爱河 不忍下手 何况她也明白 老板娘所处理的都是恶人 再加上对警局领导的失望 金警官毅然决然选择了离职 与老板娘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某天 她无意中翻开了老板娘的相册 在里面看到了老板娘的双胞胎妹妹 最终 她明白了为什么第三起命案的凶手是左撇子 而老板娘拥有不在场证明 然而 这一切都已不重要 她已经不再是警察 而且支持老板娘的正义行动 她明白法律不能承接那些有权有势的恶人 只有像屠夫小姐这样的才能替天行道 宣扬正义和自由